今天講這個 楊姐回去K一下好了 慢慢那個 自豪 看一下自豪 自豪也是進步蠻多的 對像這種就有點Slow Sway那種有搖擺的感覺 一定是這種速度 速度不能亂變 對很好 再看一遍 不錯再看一遍 先是大和弦 都小和弦 這個又有問題 這個是因為你都是大和弦 所以Bm是有問題 再看一遍 Cm對不對 Fm Bm 不能用這個 Bm是這樣的 Bm不能用這個 這個6度 要用7度 追著 懂吧 絕對不能用這個 你看 這個 這個 很重要 這個不能 就Mine裡面的話 6度 盡量 盡量 不要亂用 只能用到7度 這樣 再看一遍 那邊 錯掉 對不對 嗯 另外一片大概是大和弦的 像这个对不对 像这种Slow Swing的牌子 就是那味道就是有Slow Swing 就是Bruce的味道 就是这种速度 所以你不能用太慢也不行 太快也不行 自豪开始弹小和弦 他又记了两片 这一片是大和弦 刚刚是小和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不错很好 你看 像现在你看 杨洁又问我说 这个F和弦如何配的 那我现在暂时 暂时不要理他 等一下我有空的时候 再回答他 等一下先把Nelson 那个我看有时间 再把Nelson的调出来这样 那个好好看一下 这个 尖戏的好了 尖戏的 那我看有些什么 等我看有什么 是什么 我看有什么 是什么 在简单里面 是什么 我看有什么 我看有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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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是弹了要准备弹了三拍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左手对不上去 他右手是想要弹三拍的 但是我现在听不出来他到底是要弹的是三拍的还是 他现在还是要弹四拍的就对了但是他弹的不准就是牌子就是左手没有对的上来 所以那时候你看我要花很多时间在听 哦 现在是三拍的 哦 现在是三连银对不对 你要弹三连银 你问题是出在左手你问题是出在左手你出在左手所以很难三连银是比较尤其是相当难谈的 我跟你讲哦 你现在先不要看你右手弹的你看你左手就是就很没有把握就对了 就是尤其是 那个谁还弹得不错那个志豪好像三连银的也弹得不错 他是不是这次弹三连银 他这次没有他这次丢的都是那个 好了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你看 你要把它弹得很稳 其实他真的是蛮难的就对了 就是有轻重一点 所以你们先不要练多呢 先先把这个练两小点 你要左手弹尾 先把两小节练准了 练准了然后再那个再准备换的拍子要先打准这样 否则的话就是听不太出来到底是要表现什么东西 对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蟹子好了 好 蟹 蟹